大家好,欢迎又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会讲回很久没有讲的 PS Vita 为什么会突然讲这个呢? 其实在我第一次在频道分享这个 PS Vita 的时候 应该都差不多两年多三年前 期间到现在,我想有三、四个大的破解更新 我发觉越来越容易 最近,好像是去年年尾或今年年初 总之不是很久以前,一两个月之前 有一个全新的破解方法 我之前也介绍过一个较新的叫做 Vita Deploy 今次这个都会需要用到 Vita Deploy 但是更加简单,可以完全不用经过任何电脑 直接在一部 PS Vita 就做到 这个方法是很简单的 但是,需要一些时间 我以前做的,就将后面的部分分开 因为这些步骤不想太长 今次,由头到尾做了破解 降级之后,再固化 接着设计联系统,可以上了 PSN 整个过程,那些步骤很简单 但是,需要充满时间 因为它会下载一些东西 去装置等等 所以,我今次打算一次过做这个 散却了,好像之前 我好像差不多分了三集才做到的东西 如果你单身做的话 所以,现在是方便很多很多的 如果你还未破解 PS Vita 我觉得,现在真的是时候破解 因为,差不多我会觉得 做这么多破解来说,PS Vita 是最容易破解 而且,我做这么多部 我还未试过做完一部机 所以,就算没有的 我觉得,现在买一部二手的 都是值得的 我觉得,不错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先说一下基本 如果大家不清楚PS Vita 其实有几款的 无论你是PS Vita 最初代 3G 版 OLED 版 和 之后的 Slim 版 全部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甚至是 PSTV 都可以 对,方法 做法 都是一样的 无论是哪个机器 都可以跟随 如果你是 Slim 版 不要紧 没问题 如果你是 OLED 版 或者最初代 即我这款是 OLED 版 3G 版 它的 internal storage 只有1GB 要做少少东西 才可以破解到的 我今天不会做 因为太多步骤 因为通常 在香港买 跟机器都会有 那张 memory card 所以如果你有 memory card 就没有问题 不用额外做任何东西 所以就提一提大家 其余就是 需要有一个 stable 的 Wi-Fi 网络 因为一直安装的时候 都会下载的 基本上就是需要这么多东西 我们先去 settings 如果你还未上自己的网络 就先上去 OK 那我查查 自己的 system 的 firmware 我这个是 3.65 今天这个方法 只要你是 3.65 或以上 现在最新 应该去到 3.74 的 firmware 都可以用今天这个方法 如果你是 3.65 之下 那些 你就升上去 3.74 或者 3.65 以上 那就可以开始这个破解 那我这个是 Oled 机 来的 Memory card 就 14GB 是的 那我就有 memory card 所以就直接可以做了 是的 还有做之前呢 我们去 power save settings 这里 Enter standby mode 它就选了是 after 3 minutes 那一会有些步骤 是一直要下载的 那就不可以进入 这个 standby mode 如果已经进入了 就要重新 restart 那所以 我们按 30分钟 因为这里不能按 不能按 走去 那记住自己 可能十几分钟 点一点的 screen 就等它不会进入 standby mode 是的 那一会会提醒大家 是的 那做完这一步先 是的 那我们可以出去了 好了 开始之前的准备好了 我们现在呢 就第一步呢 就开了它的 browser 先去一个网站 接着呢 它就可以帮你安装了 Hankaku 和Vita Deploy 这样就避免了以前 用QCMA的方法 去做H1 Call 就不用经电路了 我现在做了这一步先 开搜索 对了 那便输入这个 那便输入这个网站 那便输入这个网站 那见到这一页呢 即是成功了 那我们就按 Unlock MyVita 那如果你有任何黑画面 或者不能进来 首先查一下你的 Internet Connection 其次就是可以 清理一下 History Cache 那些等等的东西 再试 如果真的不行 我就建议大家 可能有些档案 会有机会 和这个东西撞了 就 先重复一下 或者设置一次 一部机再弄 解决到这些问题 是的 那OK Unlock MyVita 接着Unlock 是的 那便进入这里了 那我们首先呢 就 安装了这个Hankaku 这里就按X的 是的 跟着再安装了这个 Vita Deploy 首先呢 就安装了这个Hankaku 这里就按X的 是的 跟着再安装了这个 如果这个时候 你不是弄在卡片中 要弄Internal Storage 即是如果你是OLED的 Slim就没问题 弄Internal Storage 都是这样的 那就 要做一点点 我没有做到这一步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这个网址 我会放在下面的 视频简介里 如果找不到 我会放在Facebook page 找回这个帖子 就可以了 OK 好 跟着Exit 对了 现在就有Vita Deploy 跟着呢 我们去Settings 看看吧 接下来 已经见到Hankaku这个Settings 就是证明 基本已经破解了 以前做到这一步 就是要用H1Core 无论你无线也好 什么都好 有线也好 你都要经典我这样做的 所以这个步骤 已经散却了很多东西 所以非常之好 那我们现在呢 去Hankaku Settings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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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able Unsafe Homebrew 这个先 这样才可以安装到 第三方元件 对了 其他就不用搅拌 对了 先重复一下 先重复一下 现在进行第二个步骤了 因为呢 现在你 其实是破解了 但是如果你熄悉机之后 开了 又要做多一次破解 那就没有固化到的 要固化呢 就要降级去3.65 接下来 可以再安装Enable 才能固化到的 其实为什么要降级呢 降级了之后 如果大家不知道的朋友 没有看过之前的影片的话 降级3.65 才能安装到Adrenaline Adrenaline 就可以玩到 PSP整个模擬器 或者整个系统 算是 放入PS Vita 而Adrenaline 只是支援到3.65 但是又不用担心的 你降级之后 有些Plugings 安装了 就可以玩3.65以上的游戏 对了 所以这个步骤 通常玩破解的朋友 都一定会做完的了 现在简单很多的 以前我拍的那条 Enable 片 都要15-16分钟做的 这条非常简单的 我们只要开 Wita Deploy 接下来 接下来 订阅Different OS 有个Quick 3.65 我们按这个 记住要上网 一定要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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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看一下 你的Internet Connection 以及我的组件都很大 需要的时间 我都应该要 15-16分钟 记住 不要让它进入 Standby Mode 因为一进入 就要重新 弄过的 要硬关机 接下来 再重新再做过 刚才的步骤 尽量记住 不要让它关机 它关机前 它会暗过画面 那你点一下就可以了 那我再回来 好了 看到这里 就按X 继续 当然 你可以按R 就离开 等20秒 它就会开始继续 这些步骤 以前都要Menu做 现在全部Auto 非常好 对 继续按X 就继续 接下来 它会自动降级 降级完之后 它会 restart 所有东西都差不多 差不多自动 然后再回来 大家进入到这里 看到了 现在是3.65 变革2 即是证明已经降级和固化了 现在基本上已经破解了固化了 那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呢 最后一步 我觉得今次做完这个 如果你想安心地上PSN的话 就一定要做完这一步 如果你是不打算上网 可以不做这一步 完全没有影响 OK 那我们现在再去Vita Deploy 其实现在方便了 就是在Vita Deploy 什么都可以安装到 按键 是的 八九成的东西 App Downloader 这里有Vita Shell 我会建议大家安装这个 这个是个File Manager 是的 它也有提到的 Powerful File Manager 我建议大家安装这个 其他这些 大家可以自己安装 或者我迟些再说 因为我之前的影片 也有分一集集去谈这些 但那些是全部menu 去安装的 这里方便很多 我下次再说 刚才说的Adrenaline 就是PSP整个系统 PKGJ 就是下载游戏的软件 等等 不多说了 我们先说这个 ITLS Installer 这个就是 可以上网的 安全点 选择这个 OK 然后下载 OK 当你看到 You can now exit 这个Apps 就可以走了 出去了 OK 现在有VitaShell VitaShell 今天就不说了 但是先安装了 因为迟些很有用 ITLS 按一按 选择 选择第一个 package 这个 Full Package 它会自动reboot reboot完 就安装了 ITLS 差不多完 其实 做多一点步骤 我们现在已经安装了 接着我们按 Settings 首先我们要 Block Auto Update System 接着 Auto Start Settings 按 第一个 Download Update 这个 它就避免 它会自动更新 其次 我们就要去 Hankaku Settings Spoof Version 这个 现在 Sony最新 就是3.74 所以就按这个 如果日后 会有3.75 3.76 就要改变这个 3.75 或者7.76 因为你要上PSN 那个 Network 就一定要是最新的 Full Package 这个 就是 叫做 Arc PSN 你已经是最新的 系统 那就不需要再更新 因为更新了 就没有了 顾法 OK 这样 就搞定了 现在 就可以安全地上PSN 了 不用担心 不会被ban 因为基本上 Sony 都放弃了 PS Vita 如果真的 再担心 它会影响到你 玩PS5 或者PS4 那些帳户 就建议大家 或者用另一个帳户 再安心 但是 基本上 没什么问题 如果大家有玩过 之前的破解 PS Vita 你会发觉 是越来越简单 现在的更新 所以 是的 我最初都说 如果你真的 之前那些 都是担心会弄坏 或者 未接触过破解 又想 没有想 而不敢做 今次 真的 我觉得 真的不能再简单 真的很简单 而且 真的很难 会弄坏 如果要跟随步骤 所以 不错 今次的更新 因为以前的步骤 其实 如果是最初期的那些 刚才做了的 我要拍起码 三至四集 才做到的 现在一集 还要十几分钟 搞定 所以 非常非常之方便 简化了很多 如果想破解 又未破解的朋友 不要错过今次 是的 今集就说到这里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 那 喜欢影片 请大家分享给个 Like 还没按订阅的 按订阅 再按键小键 我新片会通知大家 如果想请小杯咖啡 欢迎透过支付宝 或者PayPal 或者直接参加我的Patreon 会员频道 详细资料 下面的Description里面有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